文章来源深圳商报 这意味着如果存款100万元存五年期 到手利息由之前的10万元降至9万元 约减少1万元 据中国工商银行网站 工行下调人民币存款利率 下调一年期、两年期、三年期和五年期 人民币定期存款利率至1.35%、1.45%、1.75%、1.8% 此前分别为1.45%、1.65%、1.95% 中国农业银行官网显示 农行于7月25日下调了人民币存款利率 其中定期整存整取三个月、半年期、一年期利率 均下调十个基点 分别为1.05%、1.25%、1.35% 二年期、三年期、五年期利率分别下调20个基点 至1.45%、1.75%、1.80% 零存整取、整存领取、存本取息利率 下调10个基点、通知存款、挂牌利率 下调10个基点、中国银行7月25日下调了人民币存款利率 其中、活期下调0.05个百分点、整存整取一年期及以下 下调0.1个百分点、两年期及以上下调0.2个百分点、 零存整取、整存领取、存本取息、各期限利率下调0.1个百分点 在7月22日、LPR双降、一年期、五年期以上 LPR均下调十个基点后 新一轮存款利率下调预期随之升温 据广州日报报道 有国有大型的内部人士也透露 随着LPR降息、新一轮存款降息溅在弦上 市场分析人士多认为 银行合理跟进、调整存款利率水平有利于息差稳定 考虑到当前银行净息差依然较窄 为做好平衡、LPR报价下调 很可能会伴随着新一轮的存款利率降息 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认为 光大银行宏观研究员周茂华也认为 近年来、宏观经济波动 银行持续让利实体经济、金融资产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 银行近息差持续收窄 部分银行压力较大 同时、国内存款市场存在结构失衡 部分银行充分利用存款利率市场化调节机制 为存款进行合理重定价 一方面能够缓解近息差压力 增强银行经营稳健性 另一方面也为银行进一步降低 实体经济融资成本拓展空间 对于新一轮存款降息的预期 周茂华认为仍将保持大行率先调整 中小银行T4跟进方式 以确保存款市场平稳有序 不过存款利率下调的幅度 预计会相对保持温和 周茂华说 中泰证券银行业首席分析师戴志峰指出 从近期LPR以及存款利率的调整来看 央行每下调LPR两次 接着大行就会下调挂牌存款利率两次 一方面负债端适配资产端下调 同时也为资产端进一步下调打开空间 感谢观看